身材较好的女子在舞台上表演 所展现的舞蹈 可是来自中国西北古丝绸之路的经典艺术 这幅壁画我相信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吧 敦煌壁画没错 它是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然而17号绿色和平组织警告 地球暖化导致极端气候 已经直接威胁敦煌壁画等世界文化遗产 若暴雨后雨水渗透洞穴 在潮湿环境下已经脆弱的壁画 恐遭到毁灭性伤害 让北京当局积极修复的努力 复之流水 受潮以后发生了苏减 这个就算是在壁画害病里面 就像咱们人得了癌症一样的 采取了保护措施以后 这个已经完全修复好了 随着气候变化加剧 中国各地豪大雨造成洪灾频传 北京政府未了解世界遗产破坏情况 请专家进行厘清 对此绿色和平组织研究员却认为 等找到解决方案 可能有一批文化遗产不复存在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研究显示 自两千年来 中国甘肃省总降雨量不断增加 但降雨天气却屡次减少 意味着每场降雨都是特大暴雨 此外不仅甘肃省沦为文化遗址 会消失的窘境 山西省降雨量低 一下雨就是强降雨 现在不仅一些古塔遗址受损 对古建筑形成的伤害 更是十万火急 三立新闻零节气报道